公開疫苗炒股內線交易案 當時在疫情期間 一共這個補價是波動劇烈 一度暴漲了13倍 因此檢調也查出了 因為涉嫌疑似有內線交易的部分 他們當時就查出了 時任的食藥署 疫苗專家審查委員劉川吳 有涉嫌洩密給妻子施庭方 有告訴他內線交易的消息 而隨後妻子也進行了炒股 兩個人都分別被起訴 而今天在市民地院是首度開庭 我們來看看稍早罪行畫面 兩人大約在早上的9點20分 抵達了市林地院 面對鏡頭都是不發抑鬱 因為當時檢調也查出了 時任的專家 疫苗專家劉川吳 當時在開完會後 是在家中告知了 妻子內線交易的消息 而妻子也馬上傳訊息 問了命理師可以買嗎 得到OK的答案之後 在隔天以520萬元購入了20張 而隨後賣出總共獲利了15萬元 而警察就查出了之後 也約談了兩個人 分別劉川吳也是有 坦誠告知妻子 但是並不知道 他有去購入股票的狀況 而妻子也坦誠犯刑 兩人隨後都被依 這個限密罪 以及內線交易罪給起訴 而警方其實當時也有 約談了架公司的董事長張士忠 但是一共相關人等 有14個人 包含是張士忠 都是不起訴的部分 而今天是針對夫妻黨 來做開庭 來了解內線交易案 是否還有涉及其他人 我們會許正現場為您掌握最新狀況